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支付我 还没支付我 好吧跟大家聊聊一些YouTuber 网红的一些经营哲学 原来系数你靠什么东西赚钱过 生小孩 对啊 生两台ATM直接这样 直接印钞票 直接赚啊 对耶 对屁啊 对 我最近发现你有一件很奢侈 它会日两根耶 对啊 我日两根 它有时候日两根 日两根啊 对啊 我也想说 你很浪费耶 我那个桌面上现在现存30支的影片还没上 我觉得这也是另类的财富自由 对对对 没错 是影片自由 刚刚也是他跟我说 如果有一天我不想去挂掉 你一定要帮我把那些上完 要上完 这是他交代我 发生什么意外 我就在桌面上 然后都有排好 五个频道我现在五排 然后还没剪的都在硬碟里面 对 陆陆续续把他剪完 把它上完 对 他跟我交代这个 然后我过世的那支影片呢 看看新闻有没有出来 如果新闻走漏风生 那先先上 哇哦 要趁那么流量 这是你的遗言 对 他那边跟我讲 我想说 哇塞 你真是天生的YouTuber 对 据我说是 出书是不太好赚的 敢小拍摊 那出专辑呢 哦 从单曲开始好了 音乐非常难赚 非常 非常难赚 你在钱贵好日底 怎么唱我们都没有 完全没有钱收到 是的 爽的 因为我们太小咖了 对 没错 太小咖了 他也是跟我说 只有周九人跟五月签 那种才有 哦 好 对啊 其他人都一样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行业 做到顶尖的前五% 才有办法赚钱 了解 这句话真的应该把它框下来 框下来啦 对 当然有机会可以 挤进那前五% 金字塔最顶端 千万不要放弃 你就财富自由了 那个财富累积 是翻倍翻倍什么 平方三次方再翻的啦 公司的比例 大概 8比2 业配8 哇哦 然后分论2 2 差不多 我们没有其他收入了 哇哦 那等于2拿去付完人事费 8都进你口袋了 你怎么啦 口袋 业配价嘛 当然就随着你的知名度啦 你红开刀一点 厂商买单 勇敢开就对了 勇敢开 那是不是真的像那个网路上 疯传的那个价码一样 通常那些价码都是叠上去的 哦 辞职拿到的创作者拿到手上 绝对没有那么多 所以如果台湾有一些 中小型的企业 没办法找大型的公干公司 欢迎直接寄信到我们 没有错哦 大头佛娱乐有限公司 哇塞 你很会 厉害 这几件配是我们自己的 不要再听那个什么 网路疯传的价格 直接找大头佛工作室 差勘没有那么贵 所以你直接来信就好了 我们直接一对一聊 没错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 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们下次见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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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嬷嘎哥三吹事情 是怎样 你是我阿公哦 要叫你吃饭哦 靠北再摆脱你吃摆脱你听哦 这么好听的节目不给你听 不听你的损失啊 我们是要谴责啊